第三的九題 能夠使木炭粉燃加的更加旺盛 所以他有助燃性 我們就知道 丙瓶是我們的氧氣 而我們的甲瓶跟乙瓶不可燃也不助燃 所以呢他都可能是氮氣 或者是我們的二氧化碳 因為他們都是不可燃不助燃的 而我們乙瓶中的氣體 通入澄清石灰水會產生白色沉澱 這個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 會產生白色沉澱 所以乙瓶呢就是二氧化碳 剩下一個甲瓶就是我們的氮氣了 所以我們甲瓶是氮氣 乙瓶是二氧化碳 丙瓶是氧 因此三十九題問我們說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甲瓶是氮氣 乙瓶是二氧化碳 丙瓶是氧氣